近年日本艾努族多次來台取經 希望汲取台灣原住民族文化附贈跟保存的經驗 如今歷經十一年努力 日本參眾兩院 終於在今年四月成功催生艾努新法 條文開宗民意承認艾努族是日本原住民族 這也成為一年一度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第一天的討論焦點 不過由於目前日本並沒有原住民族相關憲法規定 至今也沒有一個足以成為 集體權力主體的民族組織 因此這一部律法依然難以保障艾努族的個人權益 日本政府則從擴張文化氛圍開始 實踐艾努政策 包括地域 產業 觀光和文化復興等四面向 另外也在北海道 白老丁 熱利 吳伯波尼 民族共生象徵空間 作為艾努文化的復興據點 日本的艾努政策的一番特徴是 誰是艾努的 因為這部律法依然沒有特定 而是艾努民族 艾努民族的意識 而是艾努文化的 艾努文化也沒有存在 所以日本也沒有人 為何是艾努民的 個人認定 艾努文化 以及艾努民族的意識 由於艾努族過去歷經日本政府 長時間的同化政策 導致語言文化嚴重流失 加上跟大和民族普遍通婚 因此時至今日 難以界定艾努族的確切人數 這樣的處境 也跟台灣貧普族群 面臨類似問題 原明貴副主委中興華 以台灣貧普族群的 正名運動為例 目前政府除了透過修法 讓貧普族群取得貧普原住民身份之外 並且會重新爬出和理解 貧普族群的真正需求 有關修法的部分已經在立法院 我們把它列為優先法案 希望能夠盡早通過 至於法院的部分 我們也會尊重司法院的判決 看法院的判決如何 當然是依行政機關 當然會依法院最後的終決判決定驗 來做個尊重 只是現在針對貧普原住民 取得原住民身份之後 對於這個權力的部分 是一個很重要的必須要去做釐清 然後讓他們取得應有的 一個地位跟權利 無論是日本岸民族 或是台灣的貧普族群 都已踏上民族正名之路多年 這一次特別在 《岸民心法》通過之後 首次於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上 發表各自的政見推展進度 希望能藉此分享彼此經驗 附贈自我 族群文化 《岸民心法》 《岸民心法》 《岸民心法》